擺出招牌年虛首飾的官聖帝君 坐鎮桃園明倫三聖宮 將近百年歷史 但有民眾卻發現 官公的鬍子好像不斷在變長 讓大家了解說我們這個帝君 就是表示說非常靈感 實際比一比 官公的鬍子在2004年的長度 只有到腰帶附近 但現在卻已經長到腳底 13年長了7公分 民眾看了都覺得不可思議 覺得很神奇 覺得真的是幾頭三尺有神明 同樣鬍鬚變長的神明 還有花蓮聖宮堂的文昌帝君 其中最長的鬍鬚 竟然比原本多了12公分 現在已經長過了膝蓋 廟方看了也覺得十分特別 但也有人認為 這可能是製作神像的師父 沒有把鬍鬚梳理好 加上長期煙燻有重量垂下來 才有鬍鬚長長的錯覺 或是製作神像的張目養分多 讓組織增生的科學現象 但這些都得再經過證實 記者林中正廖威林衛文宣 桃園花蓮報導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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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